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里夫河南館的第三弹 铁甲万能盒的第3弹 大家眼前看到的是 超合金云GX45 它标榜超合金35周年而出 由1974年开始起计 超合金云GX45 出了铁甲万能盒 这个铁甲万能盒 其实是配合一套动画 叫《冲击2Z片》 把铁甲万能盒重新再设定 其实这个铁甲万能盒 外形上也有很多不同 稍后再回来和大家说 其实眨眼看上去 这个铁甲万能盒 外形上好像不分别 但如果再仔细看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 首先铁甲万能盒 高热火烟这两个位置 以前那些多数都是这样尖出去 但它变成这样挖 上身多了这个铁甲的位置 它全身来计 以前很多都会用蓝色 或者电道蓝色 做这个手这个位置 或者手掌 这个小腿位 和脚板 这个全都用了黑色 颜色比较统一一点 色彩感没有那么强 另外头部 头部也可以看清楚一点 或者拿下来 头部 其实它的眼睛 多了一条红色的线 有一条框线 另外鼻戈的位置 前面掃了银色 这些都是以前的铁甲万能盒 或者盒金等 都不同的地方 外观上 或者颜色上 有不同 另外 其实这个地台 也有少少不同的设计 就是 飞翼 很多时候 以前都会有一条东西 伸出来 就放飞翼上去 现在这个飞翼 就这样一个套在这里 照舊 这些位置 都可以给你摆些拍子 就是朋友号 朋友号 就是 螺旋翼 比较 小的位置 就比较向后移 这样 就 一个好像 那个翼的位置 就是这样 好像一个箭嘴向下 这样 就做多了少少 另外 这个呢 它有一块 是一部胶的透明件 就是软胶 不是硬胶 这样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少少少 不好意思 如果有时候 掉落了 一架就看到了 这样 这样 其实这架朋友号 都做得挺细致的 还有在驾驶仓前面 这位置 就有一个红色位置凸出 这样 这样 这个也是跟以前的朋友号 有少少不同的 或者拉近一点 再看 它这些的银色位置 其实它是做了阴影 这些都是以前的 金纹没有的 这些位置 其实它也是做了一些阴影 这样的 深色点 这样 到阴影就以前没有 另外 另外 它那些关节的改动 其实有很多 如果 看这个 这个手 这个位置 它就可以这样 咬 向前的时候 它这一块 就会跟着 这个位置 其实它就不是连着前面 这个位置 上次Metal Build 那个 就是连着这个手的位置 这里有个位置 但其实它这个 就是有少少 在盒子的时候 就是这样 另外 这样的时候 这一块 就会停留在后面 所以它的手 就会向前 这样 令到它这个 动作的幅度 可以大一点 90度以上 已经是90度以上 另外 它的下身 这两个位置 也可以拉长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可以拉长 这个位置 再拉长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令到它 这个活动 可以做得更多 它已经可以 90度了 另外 这些脚 这些也是 它的屈曲 已经多于90度了 就是这样 所以 它的可动 能力 是高过它 之前的合金 所以 这个是它 做功夫 另外 这些腰也是照舊 可以这样 这样 头 两边 这样 这个可以向上 这样 说了一点 就是它 脚板 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可以拉出 拉出了 这样 令它 可以 更多的幅度 幅度 幅度 另外 如果你想它更漂亮 就把它插进去 这样 除了可动性 是高了之外 另外 它的飞翼的设计 也有少少不同 这两个 转板位 和这个机身 差不多一样 分开三部份 另外 这个尾翼 它的设计 有些弧位 另外 这个尖线长长 也有少少不同 另外 这个翼 就可以装拆 现在就这样 向上 这个就是 黏着铁铁铛 背脊时候 的形态 这样 反转 插回来 就变成 向后 这样 另外 它多做一个机关 就是这个位置 就可以向上 向上 向下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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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以前 那些 有少少不同 我想它可能就是 有时就这样 飞翼的时候 一个形态 备得坚 Fenberg 和基礁 之后 可能会变成这样 这样 iga Heute tysc 和非翼合 它fta 挺帅的 非翼的扣片 底部 其のは В庅 以试形的 以前 虽然 有少许 Fay翼等等 另外,飞翼的扣也是做银色,跟这些位置是一样的 跟腰前的银色也是一样的 色彩方面,其实这一款铁甲曼蓝 我觉得它是做得不错的 在颜色方面,它是增加深思的 转个圈给大家看看 飞翼比以前的铁甲比较长一点 另外,有点向后斜 飞翼后面是这样的 我都觉得这一款35周年 它的设计也不错 我特别喜欢它的地台设计 因为它可以将铁甲曼蓝盒 即是飞近时的形态整个这样绳住 这个地台可以换装 另外,前面这个位置 就已经再无许是用贴纸 即是一个电刀 更漂亮 看一看,铁甲曼蓝盒 正在适合形态 很适合 它也很稳定 不用担心它 整个跌下来 另外,脚底有些像引擎的位置 应该做得很仔细 整个形态 转一个圈 回来了 应该不错 它也有蛇飞拳的环耳 另外,送了一对手 当然,这个是换过飞拳的手杖 但我给大家看,也有打开手杖 这一对手杖 发射飞拳 就是这个套上手 发射 按按键 这个 就是靠这个 这个 有点像上次我体齐模型的款式 这个 玩法都应有尽有 差不多 有到比分的时候 这个铁甲曼蓝盒 我觉得它在圆着神髓方面 做得相当足够 朋友好,装拆飞 也可以摘碟 有个飞翼 可以射飞拳 头部 即是一个复杂线条 集中在头部 另外,身体 就是一个很简洁的线条 也是倾向而人化 虽然重新设定过 但其实主要特征 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和旧有的铁甲曼蓝盒 你要很细心才能看到它的分别 所以沿着神髓方面 我给它十分满分 另一方面 个人风格 其实它在用色方面 这一款铁甲曼蓝盒 是做得比较多一些 譬如有些地方 它这些是做阴影 这一款铁甲曼蓝盒 也比较少有 这一款铁甲曼蓝盒 也比较少有 这一款铁甲曼蓝盒 另外,颜色很统一 这些地方全部是黑色的 这些手具 没有了蓝色的部分 反而显得铁甲曼蓝盒 更加型 我自己觉得 颜色就不会觉得很单调 这一款铁甲曼蓝盒 反而有种颜色很统一的感觉 因为它的身体 我也是比较喜欢它 它的线条 比较简洁 比较简洁 它的颜色也是这么简洁 所以在个人风格方面 它是可动的 放到很多姿势 可动程度都相当高 所以在个人风格方面 我都比较十分满分 另外,物料方面 刚才提及过 可能它的地台做得相当好 另外,这些黑金的地方 其实它是手的胶 这些是金属 这个是金属 金属 胶 这个也是金属 脚板也是金属 其实它应该摸上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有些胶料 金属 另外,它的地台设计 还有挺好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 它的飞翼 刚刚这个位置 和后面 现在换装的地台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刚刚好 可以这样装住 就不会顶住 所以看出设计 它是很低的 它已经有很多 所以它才能够设计 是十分满分 所以这一只铁铁蟆盒 就会用到三十分满分 我提出这只铁铁蟆盒 就是一个冲击Z-PIN 这个折扣蚂蚂蚂就是在那里出来的 如果你看看它在动画里面 朋友好重新再设计过 美神就这样 这个好像看得很一样 其实它在动画里面的截脚蚂蚂蚂蚂 就比较脆老一点 比较脆老一点 这张图看得更清楚 有点像水桶生的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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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 这些彩套做得很漂亮,有写飞拳有华异 他放一些姿势,可以放得很厉害 另外是飞翼的设计,又是有新的设计 其实我比较喜欢他,就是在个人风格台沿着纯粹方面 他两样东西是结合得相当不错的 这一盒金纹的风格,也不会太注重沿着纯粹 而失去自己的风格 其实这一盒是很难做得到的 但我觉得这一盒金纹是做到了这一盒 这一盒金纹是相当出色的 这一盒金纹是相当出色的 这一盒金纹是相当出色 现在大家看到这一盒金纹是 KING ARTS的铁甲万能盒 这是本地的制作 它的玩法也挺多的 它的部分也挺多 它是比较大一点的 我拿回来和大家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大很多,高大很多 它的外形也有少少不同 和DC版这一盒 或者稍后再看仔细一点 首先,这个尺寸的铁甲万能盒 其实这个产品真的不多 一旦是再大一点 那些可能是大合金 DX出合金那种 一旦是小一点的 就是Bandai的出合金 这个KING ARTS的尺寸 其实是不太多的铁甲万能盒 因为它的迫力是有的 因为它够大尺 另外,它的上色 很多用了像金属色的颜色 例如脚、手等 这些用了银色 但其实它全一只 不是那么多金属 所以拿上手 很轻 比起一般合金云 就好像没有那么坠手 比较轻 比较轻 它的设计也是预计 拿上手玩 因为它预计了很多部分 另外它可以变成 一个战船的形态 或者稍后也会变成 给大家看 或者我们也很经常 先看看它的头 其实我自己这样看下去的时候 就觉得它的头 好像是比较大了一点 另外它的面部 这些位置 做得比较阔了一点 而且它的口也是 令到我的错觉 所以就觉得它的头 好像做得比较大了一点 接着我们来看看 朋友号 也做得不错的 挺仔细的 它也可以打开 就这样了 它很多地方都是用了一个金属色 我朋友的架体装透明 这些我最喜欢 它做得挺好的 挺仔细的 朋友号 就是旧设计更多 你看到它后面的位置 也有点像合金云的版本 后面有一个很像 银色的散热位 像姜牙中间的位置 这样 大家看看清楚 这个朋友号 我觉得它也做得仔细 用了金属色的 这样的 OK 好 先用眼底线 这样 好了 另外 它的环椅也是玩热灯 我也觉得它挺捕捉到潮流 就是玩具比较多电色 比较多灯色 它热灯的位置也挺多 譬如说 就有深厚高热火焰的位置 可以热灯 对眼可以热灯 我试一试灯给大家看 现在铁加环椅 就亮了灯 眼睛亮了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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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口这两度 都是发光的 其实 眼睛的灯光 其实是来自 它的头颈 脖子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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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这里 头颈的位置都干了 放进去 遮一下 遮一下 它会好一点 就这样 它的光不算太光 但是我觉得眼睛的光 再光一点 也会好一点 另外 它高热火焰的位置 亮灯 就这样 打横一间 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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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有两盏室灯 裹上光器的手裂 封芡 這樣 透亮 смотреть essa 努力的 Bree dancer 这个很严重 中國unci 它是用了电道的红色 有些金属感 但它主要是胶 这些位置和刚才那盒金蕴真的无独有偶 它又可以这样移上移下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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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透明的绿色 这个飞翼 它也算是做得很仔细 但是外形也做得不错 有很多地方它有些渗线 做了这样 可能複雜一点 纹理多一点 它这个飞翼都可以亮灯 现在我先亮灯给大家看 现在亮灯 它亮灯的位置是引擎的 亮灯 也挺酷的 好 变成炭灯 那个都亮灯的飞翼 真的不太多了 跟我飞翼合了看又 pues 就这样 转个圈给大家看看后面的情况 相当巨大 有时的屏幕也未必拍得光 这样大小 这样 然后看看关节的可动性 手的关节 90度 左右两边移动 这些完全没问题 另外上臂的关节也可以移动 这里也可以移动 另外肩膀也可以移动 肩膀可以移动 手可以移动 另外脚 脚可以超过90度 超过90度 对不对 另外这些位置也是可以移动 也有一个可以伸长缩短的位置 这些位置可以伸长一点 它可以高大更帅 另外机械外脑也会更多 另外脚也是 脚可以再移动 可以拉长一点 可以拉长一点 有些机械露出 油压位置 有些转发位置 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移动 让它的关节更加移动 可以看到脚底和引擎的设计 其实在可动性方面做得不错 另外头部也可以 头部可以左右两边移动 头部做得挺紧的 腰部也可以移动 但现在绑了飞翼 就会影响了腰部的活动性 或者这个照片可以看清楚发光的模型 其实这里有两盏灯 两边割一盏 造成高热火焰灯 另外头部的眼睛发光 就靠着脚底部的热火焰灯 头部用了透明件 所以把头部放进去 光在透明件上升了眼睛 所以头部的头部不是很发光 朋友的头部很发光 就是这样的 因为头部也发光了 有点美中不足 头部的发光能力 最多是维持10分钟左右 有时眼睛本身好像不太光 再过多几分钟 眼睛就几乎没有光 这个头部就有点美中不足 做得不太好 一会间我会把头部拆下来 看看内骨架是怎样的 不过拆之前 有些东西想说 就是这些头部的头部 夹口位做得不太好 这些头部有很大的尺寸 两边都是 夹得不太好 不至于两个分开或拦开 但其实就是这样 有很大的尺寸 出现了 这两个头部的夹 就拆出来 里面的机械 这个是射飞弹的位置 这些夹口不是纯粹一块 它里面也有些弹弓 增加可动性 比如这个上下夹 可以伸縮 可能它就要迁走这些位置 如果它做出来的夹 就不太夹得好 它现在没有了内骨架 它又夹得挺好 但仍然有条线 这个要留意一点 未够弯 做得不够好 整个铁甲万俠的内扣 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都转个圈给大家看 这样 这样 也算挺仔细的 还有它的上色 各方面 也有些金属的感觉 机械感也挺强 或者接着我再放近一点 给大家看看 这些铁甲万俠的位置 很强 这些铁甲万俠的位置 有些像 这样 这样 可以看到 这些铁甲万俠的位置 这些铁甲万俠的位置 它真的有很强 这些铁甲万俠的位置 等下它会送上一个打开了面罩的机械 这样就正 整个都是一个金属铁甲 这样 正处 它这个内结构 它的色彩感反而挺丰富 有些浅蓝色 有些红色 有些金色 有些铁甲万俠 有些黑铁甲万俠 所以这些很複杂的纹帽 我觉得也做得挺好的 稍微令它有点失真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没有理由铁甲马俩的内结构 有一个这么大的虚位 或者它提供了一件东西 放进去 放进去穿崩位 这样也好 所以这些位置是最穿崩的位置 本来我很喜欢它的内扣设计 就是那两样东西 头部没有铁甲的设计 另外腰部的位置 这么大阻碍 令它有点失真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可适了一点 现在全部换完冷甲上去 可以看到铁甲马俩就烂融融 那样子 头部也有另一个烂的头 全脊有很多裂纹 有些骚髒式 就像大腿这个位置 这些有些骚髒式 有些铁甲穿了洞 就可以看到它内扣的情况 比如脚这个位置 穿了洞便看到内扣的机器 坦白说 其实装拆的铁甲的过程 其实也挺好玩 我觉得也挺有趣 另外 我反而挺喜欢它这套烂铁的表现 因为层次感更加强 因为看到内扣的内扣 这些位置好像比较複雜 之前还没搅拆的时候 就一件过的 一件过的 但现在这个 反而是破坏了 穿透了 看到内扣的零件 这样 不好意思 这样 所以 好像层次感更丰富 好 看看后面 连个飞翼都坏了 这些都可以换夹 这些地方坏夹 两个翼 就断了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挺特别的 这个形态 还有 同一只 跌甲万能盒 可以有两个形态 应该只有这一款 它做得相当不错 但有个可笑的地方 就是 这些真是挑剔 可以说我 其实 它那个 门的头 即是很坏 对吧 但朋友号没有坏 大家看看清楚 对了 朋友号没有坏 思考无损 看起来 反而 可能会有个 辣辣的朋友号 更加好呢 这样 大家看看 这个头 辣的头 这里 崩了 辣了 这样 令它的上色很重要 它的辣夹 如果不做多些 凹凹的 辣的 其实 就 没那么漂亮 它就做了这些 上色 高热火焰 这个位置也是 有点烧焦了 它也做得很好 其实 说漏了少许 其实 它这个铁甲慢压盒 一样都有这些 拍子 就是 punch 飞拳 旁边两边的滑刀 都可以装上去 另外 就有些 效果 就是这些 有些火 这个也是铁甲飞拳 飞出来 后面的火 这样 这个我就不试了 另外 它的手 这个位置 其实都可以是 做回 这个位置 都可以是一个 射的飞箭 那个位置 它也是有的 所以 铁甲慢的绝焦 基本上都可以出齐 好了 又到比分的时候 这一只铁甲慢能核 其实它的 基本的特征 都是齐全的 主要 就是 那个比较 复杂一点的设计 都是集中在头部 不过 这个身体 我稍嫌它 没有了一个很简洁的线条 它就追加了很多的线条 例如手臂 这些腹部 这些腹部 它也有些类似窝钉的东西 这些位置 这些线纹 肩膀也有窝钉 后面 它也有些地方 都是加了窝钉 这些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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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得比较多了少少 有些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 令到它那个简洁的身体 其实就 没有了 所以 我觉得它的身体有些花 另外 本来 鐵甲慢能核 这些 高热火焰的位置 就是 红色 比较 比较 比较大了少少 另外 它这些位置 就做了一些 类似 里面有些机械 亦都令到 胸口 我觉得它有少少 花 以及 全脊铁甲慢能核 色调 比较 暗雅 另外 它那个 头部 我始终觉得 可能它的面 比较长一点 所以 头部 比例上 好像大了少少 另外 它的脚 这些位置 我就觉得 做得比较小腿 可能做得短了少少 这个位置 大 这个位置 做得长了少少 令到 整个铁甲慢能核 有少少 比例上 我觉得 这个问题 好像做得矮了少少 头部 大了少少 所以 圆住神水方面 我给它六分 另一方面 就是 个人风格方面 这个 其实 看得很清楚 制作者 放了很多意念 在一边 例如 它的内扣 另外 装夹 可以装拆 有不同的形态 有战损 其实 都挺好玩 它将 很多不同的元素 放了下去 但是 亦有灯 但是 我感觉上 就是 它 将太多元素 一次过 放了下去 每样东西 都好像 固似湿皮 例如 它做灯 那方面 眼睛的灯 它 变成了之后 也不是太过 光 维持的时候 也很短 另外 它内扣 我也说过 它那个 机械结构 就有些 穿崩位 另外 那些 战损格 其实它是做得不错的 看到里面的机械 比较 做得出色一点 但是 就好像每样东西 都会有差点差点的 例如它这些夹 始终 我都觉得 有时 它夹的装插 就 合得不太实 都有一些 垃圾 所以 这个 我扣了少少分 所以 在个人风夹方面 我给它6分 好了 到最后 物料的耐久性 其实 暂时看上去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 很多地方 用了一些金属色 譬如 飞翼 飞翼 这些 都是用了一些金属色 去做的 它就想它 其实 可能就有多些 好像合金 这样的 感觉 这样的 现在朋友也是 这些 都是上了一些 金属油 这样的 金属漆 但是 我有少少担心 这些漆漆 很容易退色 另外 它整个东西 都是 其实它的胶造 没有什么合金成分 但是 看到它 就 很想 做到它 有一种 金属的感觉 那样 所以 整个东西 就 有一种 游走于 这个金属 与胶之间 就变成了 好像 其实 很模糊 所以 这里 我们也扣了少许分 所以 就给了6分 3个6分 加上 就是18分 顺带一提 这种极甲蜜蜜蜜 特色 就是可以装拆 身体的装夹 但 大家 在购买的时候 买回来 都要小心 例如我这种 它两边 都有一个 这个位置 那个装夹 两边 都是这个 左边 来的 按照 这边 这个黑色的位置 应该在外面 但我在内面 即是 可能 就有少少的 问题 这些是属于QC 或者 执件 人们执件 在盒子里面 就执错了 希望 这间公司 我 就 希望 它 下一次 出货的时候 留意 更多 这个问题 阿里夫博览馆 第三弹 结加万能核 的 part 3 就到此为止 未完 结加万能核 还会有 part 4 下次再见 拜拜 i 什么 啊 那 他 是 呃 词 是 好 好